第六百八十六章 他要突破了 倒不是他能够以一己之力 屠灭这数十万的血狼道 就算是以他的实力 也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 大约只有超脱镜的高手出手 才有这样的可能性了 不过虽然他灭不了这数十万的血狼道 但是起码他可以逃脱 连灭魂殿殿主都没办法留住他 他不认为这数十万血狼道的 武者会比灭魂殿殿主还要可怕 无论什么情况下 他都自信能够逃脱 所以自然没什么紧张的 姐姐要群殴吗 什么时候你们这些自诩名门正派的人 竟然也学会了群殴了 一声张狂的声音从天空中传了过来 又是一道血色的声音窜了出来 竟然又是一尊大圣 身上气息之强 几乎不在摇不平之下 却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模样 一袭血色的长袍 血红色的长发 迎风飘摇 十分张扬的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手握长剑 上面在堂鞋 也不知道屠杀了多少人 众人脸色顿时奇奇大变 光是血尊就已经让他们难以招架了 何况还有一个不下于摇不平的顶尖高手 这两个人加起来 就能够将他们团灭 许多人更是在心里哀嚎有这两人在 他们根本毫无生机 有人已经认出了这个年轻人了 不是别人 而是血狼道的二当家的血纱 相比起已经是声名显赫的血尊来说 血纱名头一点都不落 而且他更喜欢虐杀对手 名声之狼籍 比起血尊来说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人交给我来 血尊就交给你们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清冷的声音冒了出来 众人一看 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了众人身后的夜西文 许多人都有些郁闷 在这种时候 大圣来了都不管用 何况是你一个半部大圣 想要拦住这个凶名赫赫的血纱 那不是天方夜谭吗 那是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上的较量 大圣后期的血纱 甚至能一只手指 笨死半部大圣的夜西文 不过和别人不一样的是 姚步平和田不通 两人脸上都露出了几分喜色 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 他们俩都是亲眼所见 同样是大圣后期的公养永风被他给生生磨死 也就是说 即便他没有击败大圣后期的实力 也绝对有拖住大圣后期的实力 对于现在已经非常窘迫的药王谷来说 他们甚至连对付这些尊都已经非常的困难了 何况还要对付实力同样不弱的血杀 如果没有人能拖住血杀的话 那么他们要面临的肯定是一面倒的屠杀 根本毫无还手的余地 血狼到的大圣确实不算是多 但是到了这样级别的高手 也不是以数量来取胜了 他们这边四尊大圣面对血尊的时候 胜算就几乎没有 但是事到如今他们也只能是拼死一搏了 为了自己的生存 而这个时候 有人愿意出来拖住血杀 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最好能拖延越久越好 能拖到他们击杀血尊之后 那么要亡谷的这次危机 就真正被化解了 就凭你血杀头意外 看着叶西文 脸上有几分难以想象的残酷笑容 看来我是太久没出事 有人将我的威名给忘了吗 说着血杀动了 身形撕裂长空 瞬间出现在了叶西文的面前 抬手间一剑劈下 轰出了滔天血浪 长剑已经劈到了叶西文的跟前 几乎就要将他给生生斩杀成两半的时候 叶西文动了 抬手 整条手臂化作一柄道剑 迎了上去 藏天剑 一声爆喝 伴随着一阵金色的神芒席卷而起 和那一阵滔天血浪狠狠撞到了一起 轰隆隆 这一次碰撞 直接将虚空撞出一个大裂口 再以碰撞点为中心 犹如支柱网一般 密密麻麻的朝四面八方撕裂了出去 在无尽的弃旋之中 叶西文身影从其中接连倒退了数十丈 才堪堪停下了脚步 刚才的那一次撞击之中 高下立判 很明显 叶西文的修为有不少的差距 不过即便是如此 也足够让要亡谷的众人惊喜的了 他们原先也根本没有想过 不过是半步大盛的叶西文 居然能够拦住血杀 毕竟那可是大盛后期的可怕高手啊 就算是姚不平遇到了 也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够将对方斩杀的可怕人物啊 这时候众人也总算是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之前姚不平会让叶西文坐上坐 并不是姚不平搞错了 而是叶西文确实有这样的实力 不仅仅是拥有那种不一样的担活 而是他确实拥有比肩大盛的实力 虽然他们都无比惊诧 一尊半步大盛怎么可能拥有比肩大盛的可怕实力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却没有这个时间继续想了 自然是希望叶西文的实力越强越好了 倒是另外一边 原本只是有些细血的血杀脸上也露出了严肃的表情 原本他就像是在调戏一只蝼蚁一般 根本没有将叶西文放在心上 不过是一尊半步大盛罢了 在他的心中 又和蝼蚁有什么不一样的 但是谁知道 这只蝼蚁给了他不一样的惊喜 这恐怕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蝼蚁了 应该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倒是激起了他的兴趣 但是也仅仅只是兴趣而已 至于堂堂正正的一战 那更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事情 刚才的一击就让他知道了 眼前这个蝼蚁虽然意外的很强大 但是和已经跨入了大盛后期的自己相比 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 露出了兴趣之后 他脸上竟然更是多了几分残忍的表情 他最喜欢的就是将猎物给生生逼入绝境之后 然后欣赏他们绝望的表情 就像是现在的药王谷一般 不过让他有些没想到的是 落入了下风的叶西文并没有停留 而是静止朝着他继续攻杀了过来 几乎是被击退的一刹那 就已经攻杀了出来 出手之果诀 让人刮目相看 有点意思 就让我看看你这只蝼蚁有什么不一样的吧 哈哈哈哈 血沙哈哈大笑着 猛然冲了过去 和叶西文站到了一处 双方在虚空之中不断的碰撞 所过之处 无论是要亡谷的弟子 还是血狼道的武者 全部都被碾压成了碎片 两人交手 就像是两颗巨大的星辰当空相撞 狠狠的撞到一起 产生的可怕的冲击波 都能让很多人都为之绝望 在虚空之中 叶西文一次次的被击退 但是却又一次次的顽强的冲杀了上去 一次次被轰飞 被轰的吐血 但是转眼间 又像是没事人一样 和血杀站到了一起 无数要亡谷的弟子都佩服无比 无论他们之前对叶西文是什么看法 但是现在心中环都不由的 对叶西文产生佩服的心理 换了他们是绝对做不到的 他们也看得出来 叶西文的实力 明显是不如血杀的 但是他还一次次的冲杀上去 这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许多人看到叶西文的战斗 不由的心气大振 纳龙大师都在以半步大胜 抗衡大胜 他们如何能掉链子 尤其是田不通 遥不平几人 更是直接冲向了血尊 相比起血杀来说 已经跨入了大圣小城的血尊 就更像是一座大山一样 横在他们的面前 根本就跨越不过去 让人绝望 但是却又不得不跨过去 随着整个护宗大阵的破灭 无数血狼道从天空之中落了下来 将战火燃烧到了整个药王谷之中 到处都是喊杀声 药王谷的弟子和血狼道的弟子战 做了一团 血狼道要将药王谷全灭 而药王谷的弟子 却是要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 双方都下了死守 不留任何余地 在天空之中 两处战场战斗的最为激烈 一处自然是血尊和摇不平田不通等人的战斗 另外一处则是夜西文和血杀之间的战斗 两人的战斗虽然不能算得上是势均力敌 但是双方的战斗状态却呈现胶着的状态 一路杀上了星空之中 那些被血狼道部下的大阵 也在两人交手的余波之中 化成了灰尘 根本无法阻止大圣级别战斗的余波 很快血杀也发现了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无论他怎么打 将夜西文打到吐血 但是很快 夜西文又像是没事人一样扑杀了过来 根本就像是一个不死小强一样 让人恶心难受 就是打不死 不过随即 血杀就想到了原因 难道这人的身上有什么强大的疗伤的功法 想到这里 他眼前是顿时一亮 因为他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刀口舔血的生活 对于生命安全更加的看重 如果能有这样一套强大的疗伤功法 他的安全就有了强大的恶暴涨了 小子 只要你教出你身上的疗伤的功法 本大爷可以饶你一命 收你做本大爷的奴隶 血杀一声大吼说道 就凭你 夜西文有一次被轰飞 眼神却没有丝毫闪躲 战意更加高昂 他身上的气息也不断攀升 他要突破了